近日有消息称,英国将投资20亿英镑,用于无人风暴战斗机项目。 英国内阁部长称,这架战斗机将于2035年服役。 当被问及英国是否能负担风暴战斗机项目时,英国称英国官员正在与一些国家就风暴战斗机项目的合作前进进行谈判,比如说日本和瑞典。 尽管他们表示,即使没有这种合作,该项目也将获得资金。 对于英国而言,风暴战斗机是一项重大承诺,将测试该国是否有独立开发一流战斗机的能力。 英方希望这架携带激光武器的战斗机将取代欧洲战斗机公司开发的台风战斗机,而且会为该项目将花费数十以英镑的政府资金, 并将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来取得成果。 但是如果伦敦在该项目上失败,将对英国造成严重打击,并可能预示着英国战斗机行业的终结。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为什么英国宁愿承担着战斗机行业可能会终结的这样一个恶果,也要是巨资开发风暴战斗机,并且想要取得台风战斗机呢?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脱欧,因为英国脱欧了,所以它可能不会再获得的欧盟国家的一些福利。 失去了欧盟这个重要的平台,英国就必须要保证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 虽然测试是否能够造出一流的战斗机失败了的后果有点严重,但是一旦成功也将会收获巨大的成果。 而且为了降低风险,为英国也找了一些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进行合作。 比方说找到了日本,虽然核心技术不会转让给日本,但是他们共同开发出这个战斗机之后,对于自己国家的综合活力和国际地位中,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风暴战斗机吸收了一系列新技术,这些技术将超越F-35所使用的技术。 这意味着这架英国战斗机将成为不断增长的第六代战斗机之一。 在中日关系相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日本先与中国发展出了第六代战机,那么在两国的关系上,将获得一些优势。 为设计科制造飞机而成立的风暴团队,由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领导,著名的发动机制造商劳斯来自国际有限公司,将提供推荐装置。 欧洲企业、欧洲导弹集团将负责武器的开发,意大利国防承包商莱昂纳多将设计级伸传感器和电子战系统。 这指的是在战场上进行协作,共享传感器数据和情报,以协调攻击或防御行动的能力。 风暴也将可能会成为重要的出口武器,它在之后将与其他战斗机竞争。 包括最近宣布的法德欧洲战斗机像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将来推出的任何一款战机。 但是不论英国暴风战斗机是否研究成功,对于英国未来的发展,都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只是看到底影响是好还是坏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